思雨 最近你天天入宫练琴时 常陪伴本宫左右 本宫就越发觉得 你温柔可人十分贴心 这些都是思雨应该做的 最近本宫脖子经常酸痛 也不知是怎么了 也许真的是老了 娘娘圣年千秋 一点都不老 只是为了筹备皇上寿宴 过于操劳所致 娘娘 思雨见您经常受景象酸痛之苦 这药膏是我随身携带 能舒筋活血 赶请娘娘擦擦看 那就有劳你了 这药膏果真管用 才擦上一会儿 酸痛就好了大半 杜小姐 此药膏如此灵验 能不能告知小人药方 以便太医院配置 以后娘娘再犯酸痛 也好使用 何须如此麻烦 这药膏就请沈公公为娘娘带着 随时可用 那就谢杜小姐了 你对本宫的孝心 本宫全记在心上了 谢娘娘 杜小姐请留步 沈公公何事 杜小姐 皇后娘娘 让我来将这盒药膏还给你 娘娘留着用 无妨 娘娘已经吩咐太医们 照着这个药方子去制作了 谢谢杜小姐的药膏 沈公公见谅 我还要赶去练曲 少陪了 杜小姐请 杜小姐 杜小姐 谁 杜小姐 杜小姐 小人该死 还没去拿 没用的东西 对了 杜小姐 刚刚还给您的药膏还在吧 谢谢 梁王妃啊 快擦上吧 这药很有效的 谢谢啊 好 好 好些了吗 皇上顺眼将至 我们还是抓紧练习吧 最近你和思雨练得如此辛苦 不如今天就到这儿吧 你们都陪本宫到御花园里坐坐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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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要是脚痛的话 就就近歇歇吧 谢谢娘娘关爱 此雨的药膏很有效 我的脚已经不碍湿了 那就好 我的天哪 inté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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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ower 药膏吗 无论 能明白 娘娘 茶点已备妥 请娘娘入凉亭歇息 快点 来 来来来 来来这儿呢 小心啊 娘娘 快快抓住抓住 走走走 别咬着 来人哪 快传探医 是 朝廷给你们高官后路 用你们的时候 你们竟然说无药可用 昌儿 背识不能 往娘娘恕罪 走开 昌儿 昌儿你怎么样了 林儿你先不要着急 我们还在想办法 这儿中了什么毒 启禀王爷 王妃是中了金怪银丝蛇毒 灵儿 月征的伤势不易被搬动啊 灵儿 灵儿 月婿 月婿 怎么啦 蓁儿中了蛇毒 月婿 怎么回事啊 蓁儿中了蛇毒 来 让我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月正 月正她怎么了 二师叔 快来救救蓁儿 蓁儿她中毒了 啊 月婿 老师 又 师兄 完 师叔 郑儿他怎么样 我已经将蛇毒 从他的体内逼入了经脉末端 你赶紧派人去把青儿招来 好 你们两个 每隔一个时辰 帮他向外逼一次毒血 月轩 跟我来 师叔 我能做些什么 Early车 ague车 你千万不能有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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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我 王爷 你照顾小姐这么久累了吧 不如休息一下让我来 我没事 是 此外 师傅 舌灯已经解了 为什么将儿还不醒 心脉渐稳 相信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 回家 凤尼 正儿已经脱险了 你去休息一下吧 是啊 你一直都没合眼 还是去睡一会儿吧 正儿还没醒 我怎么都睡得着呢 不用管我了 你们去休息吧 我留下来照顾正儿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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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蛇毒 在正儿的身上 还同时发现了机关花枝 机关花枝 精灌银丝蛇 专手机关花香气的吸引 不知为什么 月正身上会沾染上机关花枝 这正是毒蛇 只要他一个人的原因 也就是说 正儿中毒 是有人有意为之 老爷 老爷 夫人 小姐醒了 月正 你再回忆一下 事情发生的经过 你不是要练武吗 怎么会去御花园呢 我练武时扭伤了脚 后来皇后娘娘说 让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去了御花园 结果就被射药伤了 你练武时扭伤了 你练武时扭伤了 还去什么御花园 当时擦了药 觉得没什么大碍了 擦了药 擦什么药 谁给你的 就是思雨随身带的药膏 专门活血化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因为那天我对你说的话 才让你决心杀了月正啊 你怎么确定是我 非要我说出来吗 思雨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过去你爹对我和月正的所作所为 我相信都和你无关 可是这次你还想抵赖我 抵赖 你竟然这样说我 袁月正是被毒蛇药 关我什么事 郑儿之所以会被毒蛇咬伤 是因为她身上 沾了机关花枝的味道 郑儿身上一向只佩戴 香珠化香囊 机关花香是从何而来啊 我怎么知道 那我来告诉你 那天郑儿扭伤了脚 有个好心的人 拿了药膏给她涂 而机关花香就掺在那个药膏里面 而那个给她药膏的人 就是你杜思雨吧 你应该庆幸 郑儿没事 她被救回来了 要不然的话 我将来绝对无法 面对你这个 心如毒蛇害我失去蒸耳的人 杜小姐 皇后娘娘要我来把药膏还给你 娘娘已经让太医们照着这个方子去制作了 谢谢杜小姐们 我不准备恨 好的 那么 我 还得见厉害 姑娘 少太郑了 你 你们 没 你 没有 你 你 还夺走了你的心 让你为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责难我 伤害我 好 今天 就算是我想要他的命又怎么了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你再做出伤害蓁儿的事 我便和你恩断一绝 风铃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恨你 我恨你 我给这里取名腰月池是我特意为你打造的 喜欢吗 嗯 我希望你在这个腰月池里面能够洗去所有烦恼 以后你跟我在一起 只有幸福快乐 但你对我这么好会打我重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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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告诉他 本王自有安排 王爷 当初你娶王妃就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他只不过是你和杜将军的一颗棋子 为了思雨消息 够了 你回去告诉杜将军 思雨的事 本王不会反悔 你回去告诉杜将军 你回去告诉杜将军 思雨的事 本王不会反悔 王爷 当初你娶王妃就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他只不过是你和杜将军的一颗棋子 寿衍者刺杀梁王妃的人手安排好了吗 你回去告诉他 本王自有安排 他的手 他只会有工作 还是看待他 他是 реш的 我的手 不是 他只会有工作 他只会有工作 你要去拿到他 他只会换个手 他只会把我 这个坐在他 你会取得到他 每一个人 军 God 他只会 这只会 来 凤凌 思雨 外面那些流言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和凤荀真的没有什么 你千万千万不要误会 你和太子之间有什么 我并不关心 你也没有必要向我解释 你这个非要脸的女人 你抢走了我的一切 你住口 我一直错以为 你喜欢的是凤荀 其实是凤梨 对吗 我喜欢谁 好像和你无关吧 也是 但毕竟我才是她的王妃 就算你一直都喜欢她 我想 你也不敢承认吧 你是她的王妃 可她爱你吗 她当然爱我 我们夫妻共同经历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甚至生死与共 这些你是不会明白的 她爱你 你别做梦了 她是不得已才娶你的 你知道吗 你以为她喜欢你 她喜欢的人是我 是我 她对你的好 全是因为她对你的同情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凤梨 当然 我是喜欢她又怎样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为了打消孙皇后对她的疑心 我忍受了八年相思之苦 还要假装喜欢太子 最后 甚至忍痛出家 你又为她做过什么 孙皇后 一直把凤梨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想除之而后快 我父亲 忍辱负重 保护了凤梨八年 你们家又为她做了什么 你只会一次又一次地拖累她 你除了拖累她还能为她做些什么 她想什么要什么你知道吗 小姐 小姐 想什么呢 那么专心 向兰 小兰 我们虽然是主仆 不过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我应该早点做主 把你嫁给魏昊的 小姐 这根金簪送给你 小姐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拿着吧 给你将来当嫁妆 那就等我出嫁的时候再给我好了 你先收着吧 魏昊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你要好好珍惜他 知道吗 这些房子 你先收到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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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宵了 你先收到一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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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以后没有机会撒娇了 正儿 你到底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最近老想你 娘 你明天也会入宫参加寿院典礼吗 不会 皇后娘娘让我们女眷只参加晚宴 不去也好 省得看到我的傻样子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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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儿子 君子 尊重摆你 来 可是这一次 爹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思雨啊 别担心 爹心里有数 思雨 明日 你只要专心把亲谈好 别的事 你都不用管 我知道 女儿希望爹能够 一举成功 你放心 思雨 就算是为了你 爹也会成功的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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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况且我珊珊来学艺就是为了嫁给她 女人出了嫁 就把这一辈子的幸福都堵在里面了 娘 女儿都已经这么大了 你就让我自己选择自己的婚事好吗 哪怕将来万一失败了 万一我也绝对无远无悔的 嫁给你是我从小的幸运 你曾经让我圆了这个梦 在这个梦里 我很快乐 可是如今 梦碎了 是我把爱 强加给了你 都是我的错 看梦境的梦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 要紧跟在我的身边 这样我才能保护你吗 你放心吧 我在王府里很安全 明日父皇寿臣 娘大嫂和我共同完成了百寿图 明日你当作贺礼献给父皇 表达你的一片孝心 是我们俩共同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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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将有生情吗 我相信 我也相信 那你相信 有爱就能天长地久吗 我相信 我不相信 你怎么这么说 我们来不及出生的孩子 一定长得像你一样俊美无比 像你才好 据事无数 如果我们是一对寻常夫妻的话 也许就能儿女成群 那样的话 你狩猎耕作 或养鸡纺织 孩子们快乐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虽然没有富贵融化 一家人却能幸福相伴 如果这是你的梦想 我一定会为你实现 谢谢你能这么说 永远的陪伴 在你的身边 同时 有一些特色的 也可以为你 你应该为你